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清华大学校使馆的志愿讲解员孙硕 欢迎回到这里听我继续给您讲学风的故事 提到清教赛恐怕这是一个很多清华青年教师难以忘却的回忆 而提到这场比赛就不得不提清教赛教练界的一位泰斗级人物 清华大学的薛克宗教授 薛克宗教授今年已经80岁了 而他执掌清教赛教练的位置也已有20多年的历史 薛老师本身讲课讲得就非常好 听过他的课的很多同学回忆说 薛老师上课非常生动 而他面对教学的态度也是一以贯之的认真 他每次上课之前都会反复的修改他的教案 而他的很多同学都说 薛老师跟他们讲过 说其实这么多年以来 我不拿教案上课也没有问题 但是每次上课之前 我总是睡不着觉 一定要把那教案里的有一些内容 仔细地想一想 再修修再改改 改到我觉得更好了 我才能睡觉 而提到这清教赛的教练 薛老师更是非常的尽着尽责 每次在教练会上 薛老师往往都是第一个来 最后一个走 无论刮风下雨 甚至是他生病 他也坚持守在清教赛教练的第一线 有一次薛老师因病住院 在他出院的时候 他拎好了行李 第一件事不是回家 而是来到了清教赛的备课室上 由此可见 薛老师的清教赛是多么的重视 1997年的时候 薛老师有一位学生 是当时捷舞一班的冯鹏 冯鹏在当时上理论力学的课程 而薛老师是他的硕课教师 薛老师要求他的每一个同学在写作业的时候 都在作业纸的背面写下他对作业的感受 而冯鹏就在薛克松老师的指导之下 把中间的一个感受经过了修改 发表了他本科生阶段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而十年之后 冯鹏也成为了一名青年教师 而他也要担起那一年青教赛的大梁 这个时候薛克松老师成为了他的教练 于是薛克松老师和冯鹏老师 就在这个过程中反复的推敲 咀嚼 琢磨和斟酌 让青教赛的备科教案一遍一遍的提高 薛老师就这样手把手的教冯老师 从一名教学新手变成了一名教学赎手 而冯老师也在当年的北京市青教赛 斩获了理工组的第一名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 冯鹏老师也成为了青教赛教练团队中的一员 而薛克松老师仍然是教练组的一员 而那时他一年进八旬 在2017年 薛克松和冯鹏老师共同指导土木系的李渭老师 斩获了北京市青教赛的第一名 而李渭老师又在第二年的全国赛中 斩获了全国功课组的第一名 在这里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薛克松老师近十年的教学笔记 这上面密密麻麻记的都是这十年期间 他对教育教学的各种感悟和看法 最让我感动的是这样一句 他在这里写道 三位一体的根本是育人 这也是每一位清华老师努力为学生做到的一片天地 我想有一句歌词说得非常好 叫长大了之后我就成了你 其实在这个故事里 我们看到冯鹏老师从一位年轻的老师 变成了一位清教赛的教练 而我们清华的严格教育的理念 以及就像这句的三位一体的根本是育人的 对学生春风话语的态度 也就在这手把手的教学之中 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继承了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